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鹏酒店夾雞室开业大约超过25年 我们现在的菜式主打是海鲜为主 无论东西和叶本都是 我们在外面的第二间的扑菲 是吃不到的食物为主 如果你在外面的餐厅吃的话 你要用很贵的价钱才能吃得到 但也在我们这里 扑菲的中等价钱开始高 因为这些功夫在外面的扑菲是没有做到的 其实为什么会运用这么贵的食材 因为我觉得在外面一来真的吃不到 要是用很贵的价钱才能吃到 就像海鲜和花椒那样 对于我们的肥肤和养颜 再加上鲍鱼也是蛋白质的功夫 而且我们的酒店是没有用微精的 清清石斑 我们会用一些在台湾、台湾、来西亚的农品 大约一条是7-8kg重 将骨骨不要再把肉拆开 为什么会用马来西亚和台湾来的农枕呢 因为那个条口很平均 大鱼的质地又不像小鱼的质地 如果太大鱼的农枕 它的肉会硬的 如果太小鱼的鱼 它是太散的 所以我们用一些平均6-7kg的农枕 来做这个菜式 海鲜的饭盘里面 我们有波士顿龙虾 加菲蟹 加拿大蟹 美国青口 和印尼蝦 加拿大蟹脚 中级烧牛腊骨 我们用不同的香草 英国的芥末 将它制成 跟着我们做 所以去烧 通常会用一些芒果去烧 芒果烧一些美国牛腊骨 它的肉粽会平衡回 在那个肉粽会流失太多 太阳去吃到的时候 肉粽会比较练身 和不会太咸 这些美国牛腊骨的材料方式 它是用一些上等的谷料 和粟米去持养它 所以它的肉粽会比较软 因为一般房间的牛 有些草 或者一些骨葱的材料 所以肉粽会比较粗 很粗 那我们这种美国牛腊骨 是不会粗的 我们3、4月要装修 会多了一些Live Station 我们是职煮 再更加提高一些 不同种类的食物 再供应给客人吃 我希望在5月装修之后 可以提供这么舒适的环境 给客人享用我的美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